爱上一匹野马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这首歌的作者 要是来到澳大利亚 便不会黯然神伤了 为什么呢 因为澳大利亚的野马 已经泛滥成灾 遍地撒欢 想逮几匹就逮几匹 大家看到澳大利亚 这四个字出现 心中可能有一种感觉 怎么老是你 因为澳大利亚 太容易物种泛滥了 一会儿打起人羊大战 一会儿要动用轰炸机 来剿灭百亿只兔子 这下子又传出野马泛滥成灾的消息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物种 如此容易泛滥 澳大利亚的野马数量 为什么没控制住 当地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吗 野马是如何进入澳大利亚的 本文将一一分析这些问题 并且回答部分朋友的 疑问中国的马单价 已经高达万元一匹 澳大利亚为什么不把马都逮住 卖到中国呢 澳大利亚四面黄海 单个国家独占一片大陆 这也就意味着新的陆地物种 不经过人为操作 便很难进入这片土地 澳大利亚本土 没有什么大型食肉动物 所以当地的食草动物 山羊兔子野马等等没有天敌 每天吃了睡 不用担心生存问题 到了交配季节可见繁衍下一代 数量怎么可能多不起来 并且 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 为769万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截止2020年 才看看2500多万 对比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人口突破14亿大关的我国 那可真是地广人稀 野生动物们的生活 不会被澳大利亚人们的行为侵扰到 生活环境过于优越 并且 即使是澳大利亚人民 有意识地去捕杀泛滥起来的动物 也会由于人数过少 而难以达成效率 由此可见 澳大利亚的物种泛滥 真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情 马在澳大利亚属于舶来品 是在18世纪 随着欧洲入侵者一起到达了这片恶土 一开始这些马是被人饲养着的 干体力活的加马 在被机械替换下来后 来到了野外 开启了轻轻松松考生活的生存模式 时间来到2016年 此时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野马数量值逼7000匹 此时由于爱马人士的阻挠 还未有专门的捕杀条例出台 但是三年后 一场山火把澳大利亚的大片植被 烧毁得惨不忍睹 澳大利亚雨林中的树种以安树为主 含有量较高 其其易燃 还不容易被扑灭 且澳大利亚夏季天气干燥炎热 发生山火 与物种泛滥一样容易 此时再不对那些泛滥的 食草动物数量进行控制 那么澳大利亚的植被 消失的日子就不远了 生态环境将迎来灭顶之灾 于是当地政府一声令下 野猪山羊野马等等动物 开始了被追杀的日子 每当澳大利亚开始整治 泛滥成灾的物种 那么过程一定是坎坷的 结局大多是不尽如人意的 野马天生脾气抱不好惹 没有经验的人对其进行捕杀 很有可能被其一体子反杀 并且澳大利亚劳动力稀少 大家忙活自己的事还不够时间呢 很难凑其一只训练有素的尖马队 由此 澳大利亚相关的部门忙活半天 杀马的速度也赶不上野马繁殖的速度 只能垂胸顿足 默默将野马列为自己最讨厌的动物之一 这时候得知消息的中国网友坐不住了 先不谈野马的捕杀数量不多的问题 大家的关注点 放在了野马本身的价值上在中国 马得卖到万元一匹 那么澳大利亚为何对马进行的是捕杀 而不是出口呢 赚点外快 多顾点捕马人也好啊 其实澳大利亚不对中国出口野马的原因之一 还得扯回捕马数量这一问题 野马善于奔驰 动作敏捷且脾气暴力 在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下 将其控制住过于难了 可出口量不多 所以出口野马无法形成一条完善的产业链 时间人力成本算上去 收益不如成本高 所以此路行不通 第二点 中国对于物种入侵与病毒入侵 有着深入骨髓的警觉性 极少进口活物 若是进口野马 那么对其的管控 饲养方式就得有所规划 避免其流落在外伤人亦或是泛滥 那么 一大笔资金支出与人力消耗便出现了 其次 如何保证进口的野马身上 没有病毒与未知细菌 难道真要花大力气 对每一批进口的野马 进行细致的检查 若是有所遗漏 那么后果会有多严重 责任谁来承担 面对着极大的成本消耗与风险 中国应该不会接受 澳大利亚的野马出口合作 宁愿选择加大本国马匹的培育投入 其他国家也会有大差不差的顾虑 所以 澳大利亚自始至终未想过出口野马 只能默默咬牙 尽量对野马进行捕杀了 值得一提的是 澳大利亚的野马身份 其实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证 目前 世界上唯一被承认的野马为普世野马 也被称为最后的野马 这种马形似加马 但是额头部位不像加马那样有着潇洒的长刘海 普世野马的原分布地就在中国 位于中国新疆准戈尔盆地北塔山 及甘肃内蒙古交界的马宗山一带 栖息于山地草原和荒漠 兴基井 善奔跑 普世野马在被发现后 引来了一些欧洲机构的好奇 他们纷纷想知道 普世野马与其他马类的区别 便想着对其进口 由于成年的普世野马极其难补 于是便选择了将普世野马的幼崽运回欧洲 普世野马的生存条件本就恶劣 他们在缺少植被与水源的戈壁荒漠求生 要抗低温 还得抗住暴风雪的打击 普世野马的怀孕周期还长达一年多 这期间的外界干扰很容易使其流产 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使得他们的数量增长速度无论如何也提不起来 雪上加霜的是 近百年内 人类的活动对普世野马的栖息地造成了破坏 加上捕杀率不断提升 普世野马的原产地几乎已经没有见过这种马了 当年那些被运出去 进行人工繁殖的普世野马情况如何呢 答案是同样很不好 由于当年出口国外的普世野马一共也没几品 所以它们进行繁衍的时候 就会不可避免地进行近倾繁殖 近倾繁殖对基因多样性有着致命的打击 且遗传给后代疾病的概率翻倍 所以国外被人工饲养的普世野马存活率不高 再加上原产地的普世野马已经濒临灭绝 所以那些出国的普世野马中没有新鲜血液注入 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即使如今全世界对普世野马的圈养数量已达1500匹左右 但基因种类的缺乏依然是个横跟在这一种群中无法消除的难题 行文至此 我们也不免为这最后的野马种群捏一把汗 会不会以后世界上存在着的野马 只是担着虚名的冒牌货 而再无谱是野马呢 相信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 万事万物皆讲究各过由不及 某种生物的数量过多领人伤脑筋 过少也引人忧虑 人类如何合理地对自然进行干预 尽自己所能地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和谐共处 使得地球的生态环境更优良